就是假如说这是创造资料 这是创造资料 这是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就是来自于民国一百年 这个时候呢 这个创造资料 其实我们有比较快速的一个做法 来去看一下怎么样去做 例如说我现在这个total我要先产生22个民国一百年 然后22个一百零一年 22个一百零一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首先我们先用录制具体的方式 例如说这叫做什么 年资料创造 然后接下来确定 直接点选常用底下的复制 我先选到复制 切换到total 选22格 选到22格进行贴上 完毕之后呢 我必须要移到最下面的下一个 然后到list这边 是不是也是往下移动一个 就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我去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我的这个年资料创造里面的内容 例如说加上注解 让自己了解现在在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是直接先做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切换到total这张工作表 到这张工作表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22格的选择 还有复制 贴上 应该是贴上 因为有复制就会有贴上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在做下移 移到最下面的下一格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切换到list工作表 到list工作表之后呢 下一格 好 然后大致上 年的资料 做完了 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做 重复做这件事 所以写一个if if什么呢 if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 如果不等于空白 我们才执行下面这些内容 否则 就结束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要再多写一个call 因为我们 100年做完要做101年 所以等于重新回去再执行一次 好 直到 它是空的为止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执行一遍发现 这样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建立好这六个年的资料list 聚集 年资料创造 执行 是 好 好 谢谢观看